輸拉颱風因風大雨大造成室內膠農受損嚴重 經市公所粗估相交受損面積約80公頃 縣府目前核定相交辦理現金救助 受損膠農因盡速向公所辦理相關申請事宜 預言賴恩學相當關心膠農的損失狀況 強調依農民天然災害補助辦法 農民遇到重大填災因就相關法規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呼籲農民盡速向相關單位辦理 輸拉風災可以說做成我們南島 我們的農散損失可以非常擅長 尤其是我們南島民間這個地方的金釣坑 可以說種很大片 很多農民損失不知道要怎麼來申請補助 那麼這處的風災 農民也可以向到我們鄉定市公所來做一個申請 管政府也訂到農民天然災害補助辦法 只要你每百分之二十就能向到鄉定市公所來做一個申請補助 這也是演算在議會一載特殊一載監督 有法定住農民天然災害補助辦法來為農民做一個保障 院也表示 輸拉颱風剛走天秤颱風又即將穿臺而過 呼籲農民應提早做好預防跟準備 避免造成辛苦耕耘的農民更大的農業損失 我覺得農民非常辛苦 尤其這個風災剛走後而已 這個風災馬上要從台灣 由中間來穿過 因此在這裡也要複補到農民 可以提早做好預防跟準備 以免到農民農業的損失更嚴重 台風接二連山西台 對於靠天吃飯的農民來說是相當大的損害 南投縣市農業大縣 縣內大部分產業都與農業有關 希望相關單位能重視農民權益 別讓辛苦工作的農民白費心血 血本無歸 民意新聞楊枝凱南投採訪報導